歡迎來到本週的一個Commandlight Revice的收看 您在幸運這時間 終於回到我們妹妹的一個篇章 但是這個篇章的話 基本上還有牽扯到大家的老婆的部分 因為畢竟他們家兩個是綁在一起成套的 而且呢終於是這一集就讓您快要進入變實裝秀 他們一集至少換兩到三套衣服 你就知道官方對於女角的重視度越來越高 基本上可能我們做完結篇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他們至少50套以上的衣服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終於有充分發揮到女角的一個特性 官方現在終於知道 大家想要看什麼東西 好我們前面這些廢話講完之後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本集的內容吧 故事的開頭從上一集契約所起 Vice說你可能因此會忘記你的家人 我們男主好說到 這就是Commandlight的一個宿命吧 畢竟你使用力量就是有代價 雖然我們的Vice很想要幫助我們男主 但是契約是不可逆的 可是他們之前以前有重訂一份契約 怎麼敢這邊有點小小吃書的感覺 這時正當我們的男主要與媽媽 還有子儀幹部前去一同吃飯時 我們的情報大叔突然出現 並且帶來爸爸已經安全的好消息 由於我們的博士考量到貝爾還尚未消滅 出於保護的目的 所以要先將我們的爸爸保護於週末之中 這時我們的Vice說到 看來大家都各走各路了 突然我們的媽媽爆氣說到 你在胡說什麼啊 不管怎麼樣 我們五三一家是最強的 在被媽媽打了一波雞血之後 全家人就一起去吃飯了 包含我們的子儀幹部還有Vice 看來子儀幹部真是混得很好耶 老實講 本來一直以為可能會是最早退場角色 結果一直到現在都還有出現 而且鏡頭非常非常之多啊 隔天 我們的妹妹與週末的幹部剛好下課 此時子儀幹部早上妹妹想要找到大家的老婆 結果就還真的大家的老婆出現在那邊 我們子儀幹部非常興奮 想要衝上去抱一下去摔著狗吃屎 說實在的 他跟所有女角的對戲真是蠻多的好不好 老實講 讓我看完都覺得像是時尚的感覺啦 大家的老婆來到這裡的目的不為了別的就是 為了尋死而來找我們的妹妹戰鬥 另一方面 大二老婆與妹妹的交戰事件也傳到菲尼克斯中 但是新上級對此事情完全不感冒 拿著鋼葵獸最後印章就離開了 此時醫護官也提到 他於上一集聽到他講貝伊爾的一個情報 這邊跟他提醒一下 醫護官博士跟我們大二都懷疑 新上級是跟肌膚大人有染的 由於大二知道貝伊爾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存在 大二提出想要去監視他 但醫護官說到 你去只會被提防而已 還是由我來蒐證吧 但是大二說 請不要亂來 如果你出事了 我會對不起廣山的 可見我們的廣山啊 真是完全人生勝利主好不好 回到戰場上 由於我的妹妹不想要戰鬥 所以戰況呈現一面倒的情況 連妹妹都被自己的火星桶給反傷啊 正當我們的妹妹要啟動必殺技時 拉伯獎 與妹妹突然產生出黑色的一個閃電啊 並且直接解除變身 大家的老婆眼看這樣 就直接離開並表示失望透底 晚上時 我們的妹妹回到澡堂 原本男主覺得是受到肌膚大人影響才會這樣 但VICE表示是妹妹太亂來了 跟他被追到這邊妹妹話沒有聽到 妹妹表示說 大家的老婆感覺很奇怪 這時子一幹部說到 可能是他想要結束一切 因為曾經的容身之處沒了 並且再也不被信徒所需要 被肌膚大人所拒絕 所以他早上你可能是想要保留 王女最後的尊嚴 被自己認可人所擊倒 此時妹妹與哥哥說到 你可以把他與惡魔分離對吧 哥哥說到可以 但就算並非他的意願嘛 妹妹說到 嗯 就此了結他我也做不到 哥哥說好那一切就包在我身上了 結束後就拉來這邊工作 另一方面我們的醫護官 偷偷潛入到新上級的辦公室中 發現全部的最後印章並沒有被銷毀 正當感到納悶時 新上司突然出現在身後 並且展示他與肌膚合體的手部 直接將其給定住在地板上 並且召喚出兩個肌膚的使徒 在他面前開始狂笑 所以想必我們的醫護官應該是兇多吉少了啦 週末裡我們的妹妹表示 拉布獎的異常是因為肌膚的關係嗎 博士說到並不算是 拉布獎是你軟弱的象徵 可能是因為你的迷惘 傳染到他 導致這樣 另外週末幹部表示 下次請將他給解決掉 但妹妹表示說 我想要拉變回人類 幹部回復到 變回人類 變回來之後呢 後續的生活怎麼辦 能過上普通的生活嗎 妹妹對此也無言以對 博士表示說 就算存在所謂的正義 但也不一定存在所謂的正確答案 我覺得這句話真的講得非常好好不好 點出了非常多英雄劇裡面的問題點 因為有些人可能是出於無奈才會變成這樣 或是說可能他天生就是這樣 你硬是把他變回跟你一樣 反而會讓他變得就是 更加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他一生中會的事情就只有這樣 或是他逼不得已才會變成這樣 你又把他變回來 只是把他變回原本他困擾的一個狀態 菲尼克斯中 我們的博士正在改良他的腰帶 這邊的博士的話是 兒子的那個博士 大二表示說 請問你有看見醫護官嗎 他從昨天晚上就不見了 查了監控之後才發現 他竟然潛入了新上司的辦公室 而且也看到新上司一同進去 知道這件事後 大二立即前去質問 但這時候卻出現了兩個肌腹使徒 就是昨天製造出來那兩隻 迫於無奈 大二只好前去應戰 另一方面 我們的妹妹與男主 早上大二的老婆想要拉他變回人類 兩方因為談不容 所以因此而打得起來 妹妹在戰鬥中 因為迷惘 依然處於下風 雖然妹妹無法下手 但是妹妹希望哥哥可以去救他 這時拉不講 卻突然衝向我們的妹妹 並且整隻消失 此時我們的腰帶也突然損壞彈出來 這時我們的哥哥正在給大二的老婆最後一集 已經飛到半空空準備踢下去的時候 我們的妹妹突然整人站起 在最後一秒的時候 直接抱住大二的老婆 並且護著她 我們難怪也在最後一秒要踢上時 直接避開 由於衝擊力太大 整人解除變身 故事的最後就在妹妹說出 抱歉 果然這個還是必須由我來 全部人都認住 站在原地不動中結束 所以這差不多就是這一集的故事內容 我覺得這一集的故事內容 敘述的還不錯 他們提出的非常非常多 就是過往我們會看到英雄距點 因為有時候卡文雷達會把英雄劇 做得太美化了 所以很少會牽扯到一些比較深的東西 畢竟有些人壞 或是有些人站在二的一方 是身不由己 或是他天生就是那樣 他被教育的點就是那樣 你硬是把他拉回來原本的樣子 反倒是在傷害他 所以這一集就把這個點提出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之棒 所以後續會給大二老婆什麼定位 我也很好奇 然後後續的情報 我還沒有看 所以這邊就沒有辦法多提出來 也以防扩梗到有一些人 所以我這邊就不多提得太深了 反正就是我們只要知道 大家的老婆在下一集應該會有一個了結點 但是會以什麼樣的方式的了結點 成為歧視呢 還是就是就此變回普通人 然後跟我們的子儀幹部一同在 澡堂那邊工作呢 還是這樣的 我也不知道吧 所以我很好奇 官方會給他什麼樣的定位 但是我覺得 他應該不太可能這麼快收花 個人覺得個人覺得 在討論這之前 我們還是先來到我們的 心得的復反環節 我們大家的老婆 基本上他是想要有尊嚴的結束一切 因為畢竟他可是曾經的王女 他從小說到的觀念就是長這樣 所以他長大之後也只會知道這樣的觀念 所以他早上自己認可的對手就是我們妹妹 希望可以藉由他之手 讓自己有尊嚴的復死 可是我們的妹妹這邊的話 因為他想要完成他的心願 但是又想要拯救他 他是陷入深度迷惘 但是我覺得還是不會死就是啊 個人覺得 畢竟官方可是給他們換了這麼多衣服 然後加上又賣了這麼多東西 這麼早退場 以現實層面來講應該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期待一下 官方大概會怎麼圓這個點好不好 再出現一個歧視感覺有點太多 但是呢 讓他變為普通的 又會跟子儀幹部的地位有點撞到 哇好後期官方怎麼去圓這個梗 基本上我們只要知道一個點就是 下一期我們妹妹會有一個新的型態好不好 並且是手持鐮刀啊 只是感覺妹妹沒有一個新的套裝 感覺有點可惜啦 畢竟下已經三十幾集了 感覺給妹妹配一個新型態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可是呢官方還是給他定位是以武器更換為主 然後再來是來到這次的第三個重點 我們的新上級好不好 他已經跟我們定元堂一樣啊 手部由我們的肌膚大人同化 手部的話跑出一個肌膚之眼啊 可以給他一定惡魔的一個能力啊 其實這個手出來算是蠻震撼的好不好 所以正點我就蠻喜歡的 就是該黑暗的地方 該恐怖的地方就是給他恐怖 這樣子還有舊版的CAMELA的一個味道 然後另外同時間也公開了 貝伊爾的一個全貌啦 因為畢竟這是屬於預告應該不算破根 所以我這邊直接提出來講啦 貝伊爾的全貌的話 基本上跟我們VICE非常相似啊 因為畢竟嚴格說起來 他跟我們VICE也算是負子的關係啊 所以簡單講就是更加魔化 然後全身線條變成紫色的一個VICE 還蠻酷的還蠻酷的 正點我蠻喜歡的 現在目前的話最危急的狀態還是 新上級竟然已經收起了全部的最後印章 他要拿來做這種事情 我們不得而知啊 而且他現在目前已經獲得了 隨時照亮出幾乎死圖的一個能力啊 所以呢 以上這就是本集32集的一個全部重點啊 正點這次的重點 我覺得沒有到很多 但是這一集的敘述方式啊 跟提到點我都蠻喜歡好不好 所以正點我覺得他非常滿意 好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CAMELALEVIS的32集的一個速看 你的心得時間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贊助 訂閱後面的小節目 掰掰